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无胜 是真的 可以这么说 因为它的文字其实蛮 不会很雕琢 有蛮直 蛮浅白 但是它表达的意涵很深 那我就觉得 这好像是艺术的最高境界 就是用最平实的语言 但表达出最深刻的感受 所以我那时候就会念它的诗 然后也自己就主动的想说 试试看把它的诗唱成歌 意外的好 有一次是它的生日 大家朋友们在替它庆生的时候 就鼓吹我上去唱这首歌 哪一首 《全心全意爱你》 那是我第一次把它的诗捕成曲子 那我就在当天的那个生日派对上面 就是唱了一下 结果发现大家都很喜欢 反应很好 然后她自己也觉得 还蛮得意的这样 老师有感动到哭吗 你这样讲 其实我都觉得好感动 好像是类似一个晚会这样 对 大家就聚在一起 然后说 第一次过这种生日 好温馨喔 对 觉得也有点不太习惯 所以大家就起工作 大家唱歌啊怎么样 那个时候呢 当然那个气氛是非常的 大家都很贴心嘛 都很好 然后吴志玲那个时候就来 就唱了 首发了 就这一首 他原先就做好的 对 老师的诗 然后唱成歌 以我的诗 对 来谱成歌曲 对 然后在那一天 第一次唱 公开唱 然后大家会觉得说 这首诗 这首歌怎么唱得这么好听 然后大家也都觉得 蛮感动的 然后我当然觉得说 原先坦白说 我以前也没想过 也没有说 吴志玲 你要来把我的四伯承歌曲 其实坦白说 我是没有这样 都没有刻意 也都没有想过 可是他自己 他就不自觉地就把五伯承歌曲 然后在那样的一个机会 才唱出来 那就意外 大家就觉得太好了 那我们才开始想到说 对 可以父子总唱团 好像我们可以来合作一下 那其实在很多年前 罗大佑就有 谱过我爸爸的诗 无相印象 对 所以他就提了一个想法 是说 也许我们 把以前早期有 谱过我爸爸的诗 的曲子 像说林生祥老师 或是胡德福老师 都谱过 对 那收集起来 对 然后再加上一些新的创作者 像说我们后来就邀请 黄介 张璇 黄小珍 陈山明 佐伊西公社 对 大概就变成集结一张 对 那一张诗歌集 这张了不起 还入围了葛来美奖 对 还不错的一张 我其实在大概五六年前 七八年前那个时候 志玲刚开始走上所谓的歌坛 这样的路 那我都 有一次我到中兴大学文学院去演讲 对 然后 原先主办的同学跟我说 大概有一百多位听众 那报名嘛 一百多位 可是我到现场的时候 时间到了我才发现说 怎么才 来了二十多位左右这样 我当然有点 很恼怒 有点失望 对 就很失 那个学生应该要吓死了 对 我说 你怎么不是跟我说 有一百多位听众 怎么只来了二十多位呢 有什么状况 对 他说老师 就是 你不要生气 因为临时 惠心堂 就是大礼堂那边 有一场演唱会 所以同学都跑去那边听 听演唱会 听演唱会 对 到底是谁这么大胆这样 对啊 这个理由更让我这个 恼怒 这个不是 就是脸上扣不住 我想说像刚才主持人 谈到说 好歹我也是课本作家 是 那什么样的歌手 然后我就来了 然后就原先要来听我演讲的 都跑去了 然后我就好奇 我说怎么样的歌手 他说 老师是我们的校友歌手 叫做吴志宁 我说吴志宁 是哦 他在那边演唱 那没关系 那我们一起去听他演唱好了 所以那一次经验 其实我后来才 那一次经验 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 shock 一个教育 所以现在的年轻朋友 其实喜欢听 他们喜欢听的歌手的音乐 更喜欢听演唱 我妈妈其实小的时候 教我弹吉他 然后后来的培养我很多的那些音乐 他都是协助我很多 对 所以我像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他 里面我就写了一首琴诗 是送给他的 是 然后那首琴诗在描述 就是他在教我弹琴的那个过程 老师 我觉得志宁的声音很好听 但是其实听了老师的声音就知道 就一点都不惊讶 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 应该是遗传你的声音 磁性 然后有丰富的感情的声音 但是志宁小时候的音乐启蒙 是老师吗 声音是 应该是跟我有关 肯定的 但是音乐素养 跟我是无关 是跟他妈妈有关系 志宁是小时候 妈妈教唱歌吗 教乐理 我妈妈在我大概六岁的时候 就有教我弹古典吉他 六岁就开始弹古典吉他 对 所以我妈妈其实算是 多才多艺的女生 但你知道就是在台湾 很多女性都是 传统女性就是会 帮助丈夫 丈夫出去外面社交 然后老婆在家里 把家庭照顾好 我觉得我们家也是 有点像这样子 就是妈妈其实大部分 都带小朋友 带小孩子 对 不过我妈妈的才华 如果我这样讲到 她会不会生气 应该也不输我爸爸的 因为我妈妈也很会写文章 是 当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其实志宁的妈妈就 各方面表现 都比我好 不管是课业 她得过第一名的奖状 我还帮她保存 我是一直徘徊在退学边缘 老师你说真的吗 真的 你是台湾知名的大师人 我也不太想要自己露气 不过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太执迷在文学的领域 然后就是不善于安排时间 所以我的课业都一直都地空飞过 地空飞过这样 那我大部分的时间差不多 坦白说是真的很喜欢看书 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了很多书 所以科业上当然是就一直很难 就是应付不太 不太应付得过 但是所幸还是有很多贵人的相助 所以就地空飞过 但是志宁的母亲那个时候 就成绩其实一直都保持很好 那另一方面 比如说音乐素养 在学生时代我就非常的佩服到 真的是太厉害了 他的古典音乐的素养 比如说 因为我这 这个起源是这样 简单说 我是学校的校刊主编 那他投稿就弹古典音乐 那个时候我就 才女 对 因为我们学校也不大 所以就很容易就认识了 然后认识以后发现说 这个小女生 因为那个时候才十几岁而已 我怎么懂那么多 然后就很自然的 其实坦白说我那个时候 也还没有那个企图心 你说追这个学妹吗 只是说这个才华很难得 对 很佩服她 因为在我们那样的一所学校里面 要遇到这么有才分的女生 对 坦白说不容易 是 因为我们是农业科 农业专科学校 所以我就邀她说 那你可不可以担任我们的校刊编辑 就来协助我 老师你那时候真的还没有想要追她 这个是坦白说 刚开始 因为 没有一开始就有那个企图心 是 智宁其实从小妈妈教音乐 但是智宁在求学的过程中 其实智宁可能跟老师很想 功课刚开始很好 也是利利落落 但是那是因为智宁后来爱上了音乐 所以 因为我妈妈其实小的时候教我弹吉他 然后后来的培养我很多的那些音乐 对 她都是协助我很多 对 所以我像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她 里面我就写了一首琴诗 是送给她的 是 然后那首琴诗在描述就是她在教我弹琴的那个过程 对 还有这本书的序也是她写的 是 所以就会发现说她 她对我的那种影响其实是蛮大的 嗯 可是同样讲课业来说 我就没有遗传到我 那就遗传到我 讲课业来讲的话我就 就比较 这两个部分刚好都遗传到我 就是声音跟课业 对 大学的时候课业不太好 我其实从国中高中 我也是沉迷音乐之后 就开始其实成绩就是 开始都会越来越差 嗯 然后我自己心 心也不在科业上 嗯 我心其实都在想我的 都在音乐上 对 创作是想要往外做一些发展 我高中其实就开始助唱 啊 就去餐厅做助唱 对 我心里头其实很多梦想就在这上面 是 这一点其实老师跟志宁很像 老师是沉迷于文学 志宁是爱音乐 然后这... 不过我好像变本加厉 更爱一点 没有 成绩好像有比他更差 差不多啦 差不多 后来考上大学那个时候 老师有希望他选什么系吗 对 因为我 我就是 嗯 后来几十年 这几十年啊 我其实一直注意到 最关心的是我们台湾的环境问题 嗯 那我很深切的了解到说 台湾其实在发展的过程里面 是有不少的偏差 那我们像其中一种就是 最... 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就是 砍树铺水 嗯 台湾的社会里面好像一直 太喜欢砍树 然后太喜欢铺水 嗯 那所以我想 我们现在最重要最重要 要赶快 来 宣扬种树 哀树 来保护树 这样的一个观念 对 所以我就想 我在自己家里的田地 我就开始种树 对 我当然也希望说 吴志宁 能够来 接续 来协助 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你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当然最重要 还是要有 临目的知识 对 你要有专业知识 所以我才想尽办法 叫他填什么系 请他去读中心森林系 那时候你愿意吗 我其实那时候只想要 就是只想要来台北当五月天 啊 目标很明确这样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有 会跑上台北看五月天的表演 对 他们还没出道的时候 嗯 我其实对那种乐团的气氛 我就已经非常 很喜欢 对 所以 所以选自乐那天晚上 我本来那时候就是一直很想要填台北的学校 嗯 我不管它是什么学校 反正台北的就好 只要上台北就好 对 因为也知道台湾整个文化的差异是 北重南轻嘛 对 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只想要来台北 嗯 但是我爸爸就花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 说服我留在中部念中心森林系 嗯 后来你的选择是什么 就是中心森林系 因为其实也觉得蛮有道理的 嗯 我其实是花了整个晚上 好 动之以情 睡之以灵 然后想尽办法 还用这个亲情来这个 打动他 打动这样 嗯 果然吴志宁真的很听话 我也从此之后 学习到了我爸的一个精神 什么 执着 他一旦要说服某一个人 要充满了执着的精神 就像我在 我现在在宣量 大家要多种树 少砍树 我也是会一直这样一直做 虽然要多种树 一小背戏 几阳眼彩 夜日向 逢风着 醋着天人烧 母亲啊那边是你 每日都野餐 老师你刚刚讲到种树这件事情 我们今年夏天在纯园 老师的树林叫纯园 在纯园办了一个音乐会 野餐音乐会 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音乐会 其实纯园的由来 很简单的说一下就是 因为我母亲单名叫纯 单纯的纯 她的本性又姓纯 耳朵纯 所以台湾话念起来叫单纯 那这个是很符合她的生命的本质 好美的一个名字 凡事她都说我们要单纯 生活要单纯 心事要单纯 我们的就是环境 要纯净 所以她这个心这种生命的本质 我们是一直很尊重 所以我想说这片田园也是我母亲一辈子在这里流汗耕作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以母亲之名取名成员 是这个意思 那今年因为正好是名单一百岁 所以我们才办了这一场 我们才办了这一场 野餐 智宁做了一首歌叫野餐 就是在纪念刚刚我们说的老师的母亲 这个野餐是我爸爸的诗 那他这个诗描述的就是我阿嬷 在田里辛劳工作之后 然后吃他的一点点点心 他自己做的稀饭腌菜 那跟大家所想象中的那种野餐 很悠闲或者是很享受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简单补充一下 这一首野餐是我在七零年代 就从学校毕业 然后回去教书 跟随我母亲种田 耕作的生活体验 好 智宁把它补成了曲 我们请他唱唱看 一碗一碗的白开水 一滴一滴 鲜鲜的汗水 滴在墨镜一样 扑着的泥土上 无时过之 可乐其他 不是年报 或是假新三明治 或是有线色的交友 或是豪华的生意面 一小不熟饭 挤阳烟菜 夜日下暗风中 秋秋天燃烧 母亲啊 那边是你 每日的夜餐 母亲啊 那边是你 每日的夜餐 是不是伴着 汗水的稀饭 特别香 是不是混着 你傻的烟菜 特别可口 母亲啊 为什么 你矜持得这么坦然 谢谢 谢谢 好好听哦 我记得那时候 多年前去西州找老师的时候 老师就指着田梗旁边的一棵大树 跟我说 当年您的母亲 就是坐在这棵大树底下乘凉 然后在那边吃 吃点心 对 哇 这个是谢谢卫廉 都还记得 我们农家因为中午通常 他是以前 是不休息的 一定是就在田梗边 有找个印良的地方 就休息一下 对 那中间休息的时候 就是要吃个点心 对 不然体力是没有办法支撑 是 所以那样的情节 其实我们小时候也很喜欢到田里去吃野餐 为什么原因呢 吃点心嘛 然后我们看着那个农民 比如说 插秧的时候 割到的时候 就是 就会有很多人 那我们就必须挑很多的 这个食物 比如说你插秧一定是一二十个 对 邻居街坊一起来帮忙 对 都一起 他们有差样搬 对 那我们就是喜欢在那边等 小朋友在那边 对啊 等那个大人 工人就是吃过了 对 然后通常还会有剩一些嘛 赶快去吃 那样的经验 我想在农村长大的 应该都会有很深的记忆 那个是 而且我觉得在田边吃饭是一个视野非常好的一个景色 我阿嬷就有说过说 在我村就是最好看的风景 就是稻田其实就是最美的风景 对 那 老师您的母亲是诗人 真的 你讲这一句真是太厉害了 真的 对 因为里面就有一首歌叫做阿嬷不是诗人 这样子吗 对 但是他最后那句话就是 不是诗人的阿嬷才是真正的诗人 今天真的太有福气了 谢谢老师 谢谢志明 谢谢 好棒喔